辽宁舰服役12年 新隐形舰载机罕见亮相甲板后方 被防御部包裹严严实实 这一时刻西方媒体被惊动了 春节前后好消息不断 我国多架飞机进行试飞 除世界在研最大两栖飞机 AG600M 新洲60 国产13吨级 大型民用直升机也陆续试飞 距离投入实战更近一步 其中一架型四殲35的新战机 罕见亮相辽宁舰 那么这一幕意味着什么 会带来哪些惊喜 过去中国海军以近海防御为主 随着辽宁舰山东舰陆续服役 中国海军战略也逐渐变化 发展到远海防卫 可是走出去的关键在于有航母编队 因此辽宁舰的出现让大家看到希望 甲板上搭载数十架歼15重型舰载机 从此前的不少远航训练画面中就能看到 随着起飞指挥员手势挥动 舰载机滑越起飞 一时间航母STEL火遍全球 正所谓十年磨一舰 我国辽宁舰2012年正式入列 距今已有12年 各方性能都得到大幅提升 尤其是经历新一轮升级后 直接一跃成为真正战斗舰 不仅可以航行到更远的地方 还能像山东舰一样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为未来中国海军舰艇的发展 提供宝贵经验 2023年初 辽宁舰结束第一个十年服役周期 返回大连造船厂接受维护和升级 此次升级是对航母进行全面整修和维护 时间周期长 因此利用这个契机 辽宁舰也对于电子系统 武器和舰载机进行了更新 综合各方报道 辽宁舰此次升级 不仅会对动力系统 通信与导航系统进行全面更新 就连甲板 机库都发生明显改变 要知道 甲板 机库与舰载机数量 出动效率挂钩 通过升级 辽宁舰未来必然可以搭载更多舰载机出海 执行多样化作战任务 为解放军远洋作战提供更大保障 二 甲板有惊喜 新舰载机健身 在众多改造内容中 有这样一处细节引起西方媒体高度关注 即甲板后方凸显神秘战机 据香港文汇网报道 经过一年多施工 辽宁舰升级工作已尽尾声 春节之后 辽宁舰甲板上首次出现一架歼35全比例模型 周身被防御部包裹得严严实实 舰载机可以说是航母舰队核心装备 其数量关乎到航母战斗力 美国既是全球航母装备数量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首个为航母上配备隐形五代机的国家 从数量上说 一艘尼米兹级航母通常能搭载70到80架舰载机 其中除了超级大黄蜂 最显眼的要数F35五代机 因此 不论是数量还是性能 美国舰载机都将超出其他国家一大截 有着技术代差优势 在国内外专家看来 中国歼35隐形战斗机 将是用于福建舰这类电磁弹射航母的 如今出现在辽宁舰甲板上 或许意味着 中国常规航母也将具备搭载殲35的能力 进一步抹去与美国在舰载机方面的代差 关键还在于 殲35起步晚于美国 速度丝毫不慢 性能也不差 此前很多人都判断 辽宁舰和山东舰 这两艘滑越型航母 在福建舰以及后续的弹射型航母 逐渐服役后 就会迅速退居二线 甚至提前退役 因此 滑越型航母的天然限制 使得五代机上舰困难 不少美国专家也认为 殲35这种五代机 只会装备福建舰这样的弹射型航母 解放军 用事实证明 这些判断都是错的 军事是有一系列事实组成 和怎么研判没有半点关系 殲35它就是可以部署在滑越型航母上 殲35参与辽宁舰的甲板调度试验 也证明这条续舰的航母 不仅要从训练舰转化为战斗舰 同时也可能是第一条 装备五代隐身舰载机的解放军航母 引领海军进入隐身时代 三 打好翻身杖 高低搭配 攻防兼备 比如说 殲35可以与殲15形成高低搭配 攻防兼备 倘若上述猜测为真 那未来的辽宁舰 极有可能出现殲35与殲15 两款舰载机同时执行任务的罕见画面 殲15想必大家都很熟悉 其起飞重量高达32吨 完全体状态下 作战半径可提升至1000多公里 今年1月份 央视视频发布的演训画面中 殲15就曾搭载山东舰 完成驱离外机的撞举 期间 殲15游训转战 12个武器外挂点上挂有 霹雳系列导弹和鹰机系列导弹 用实际行动打破西方媒体所谓 山东舰 辽宁舰 花架子的谣言 给予对方有力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殲35的上舰并不意味着这彻底取代殲15 二者将形成高低搭配 以组合出战方式亮相 其中 殲35具备更强的隐形 机动 态势感知优势 整体性能不输美F35 殲15有着大航程 强火力优势 两款战机相得益彰 互为补充 正如专家所说 未来数十年里 殲35会与殲15并存 所形成的战斗力甚至超越英法航母 殲35是福建舰的配套舰载战斗机 2024年福建舰开始试航后 殲35也要配合上舰测试 不过考虑到 福建舰服役 至少要2025年后 所以辽宁舰部署殲35 可能还会更早一点 有人担心殲35是否能够从辽宁舰 和山东舰上滑越起飞 现在看来 这个担心是多余的 实际上 美国 法国 此前一直在向印度推销 超级大黄蜂和阵风M舰载战斗机 而超级大黄蜂和阵风M都是弹射型舰载机 由于印度海军的航空母舰都是华越甲板设计 因此 美国 法国 专门在本土和印度海军航空兵基地进行了测试 证明自己能够从华越航母起飞 从这个角度来看 歼三五登上辽宁舰和山东舰 没有太大的问题 辽宁舰搭载歼三五之后 山东舰可能也会跟进 2025年 山东舰将会迎来服役五年之后的维护 在此期间可能会进行相应升级 从而具备搭载歼三五战斗机的能力 再加上2025年后服役的服彦舰 在2030年之前 解放军海军应该会有三艘航母 具备搭载歼三五隐身舰载战斗机的能力 并且能够随时在海上部署一艘 此次 辽宁舰升级之后 歼三五上舰就进入倒计时 那么歼三五最快可以在2025年内形成作战能力 解放军海军最快在2025年 获得第一个隐身舰载机大队 这样一来 解放军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将会显著增强 对抗美国航母打击群更有底气 同时也为福建舰操作歼三五打下了歼10的基础 积累宝贵的经验 需要注意的是 辽宁舰是一艘80年代末开工建造的航母 距离现在已经30年了 在改舰过程当中 我们仅对它的船体进行了修缮 而没有彻底拆除 更换整个船体 也就是说 辽宁舰的船体也已经使用了30多年 一些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其实已经到了需要进行中期维修的时期 而且作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 还是一艘停工了近20年的航母上改建而来的航母 辽宁舰存在一些先天上的不足 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通过多次维修和改进工作 尽可能地去弥补了这些不足 像是船体使用寿命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维修就能解决的 有不少分析也认为 辽宁舰的服役时间可能要比正常航母少大约20年 预计在2030年代就有可能退出中国海军现役 同时 在过去十年里 辽宁舰一边承担科研训练舰的任务 一边兼具作为战斗舰使用 作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 辽宁舰带有比较浓重的试验性质 但是当前国际局势要求我们需要有可靠的海军战斗力 但是当前国际局势要求我们需要有可靠的海军战斗力 因此辽宁舰在一次在中期维修的过程当中 还进行了升级改进 改进的重点就是提升辽宁舰的实战能力 让它变成一艘真正的战舰舰艇 4.辽宁舰面前美国还剩多少底牌 那么一向关注中国发展的美国 丧失舰载机代差优势以后 还将剩下多少底牌 在很多美国人看来 台湾将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大底牌 但实际上这从侧面反映出 美国在面对中国发展时已经没招了 只能靠这些小动作来挑衅一样 总的来说 辽宁舰花了12年时间 让美认清一个道理 那就是越围堵越反弹 中国的发展顺应时代潮流 是阻拦不住的 不论是美国军舰穿航台湾海峡 还是发起对台军售 解放军都已具备反制能力 除了舰载机 还有查打一体无人机 反舰导弹 远程火箭炮 可见解放军在航母 舰载机等方面 都实现弯岛超车 一旦辽宁舰先福建舰一部装备歼35 那今后美国想靠武力压制中国海军 谁输谁赢就不一定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